今天也是这个国民党建党117周年 马正龙他上午到国父纪念馆 率领中常委一起向国父致敬 结果当场遇到一批大陆客 没想到他们也跟着党员们一起高喊 马英九动算 虽中常委向国父孙中山献花 11月24号是国民党建党117周年 马英九在前头肃穆致敬 大陆观光客在后头跟摄影抢位子拍照 还跟着喊冻算了 就是白云九 就是白云九 陆客团还真的是入境随俗 凑热闹 竞选总部紧透这一波声势 推出宣传广告 马总统亲自配旁白 你心里的声音我们仔细在听 卖早餐的老板娘 每天打烊之后接小孩放学 以稳定生活的情感诉求 抢公妇女票 年轻人在夜市里聚会 他们谈到梦想 马英九感性的旁白说 我听到了 因为你很拼 所以我们一定要更拼 去年辅导超过2500位青年创业 三年任内增加了20万妇女的就业 强打正绩牌必须延续 好的改变必须持续 记者刘雨晴 薛松前陈岳威台北报道 我听到了